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信信男子前晚与有人喝酒聊天后, 顾不得已有酒意执意开车上路准备到市区找朋友续摊, 途中唯恐被拦茶所幸避开一般道路开上国道, 但他忘了终究还是要下砸岛,果然在交流道口被陆检警方拦个正主, 这下插翅南非,旭摊为国先因酒侧时超标被送办, 酒驾害命案件频传,为遏职酒后驾车害人害己歪风, 台中市第六分局在辖内重要连外道路设立临检点及时拦阻步伐, 其中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为各县市来往大台中重要干道, 经数据分析显示更是治安热点,警方与此交通枢纽加强蓝查, 如有不法分子进入台中即能一网打尽, 该分局西屯派出所寻左皇顺忠,警员临新增及温伟志, 当天凌晨四时许在大雅交流道直行路检勤物, 自时一辆自小客车下扎到时先是停下官网, 接住发现已无路可退只得映住头皮指使行精临检地点, 32岁的谢姓驾驶摇下车窗受检时, 警方立即闻到浓厚酒味, 对其实施酒测果然超标, 酒测值0.41毫克,明显超过法定标准值, 谢南在警讯中公称, 稍早与朋友在大雅区喝酒聊天, 酒后要前往台中市区找朋友续摊, 虽知道酒后驾车是违法行为, 但因为不想麻烦朋友接送, 一时贪图方便自行开车前往, 途中唯恐被拦查心存侥幸, 索性避开一般道路开上国道, 但忘了终究还是要下砸道, 想不到进入市区前就遇到林检当场被查获, 警方则在讯后将全案一公共危险罪显送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